伙伴们 我来了 我是大玩家闹闹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 红德玩具志德乐积木的总部现场 这绝对是一个充满乐趣和梦想的地方 我知道咱们志德乐积木有超级多的粉丝 那么究竟这小小的积木有什么样子的魅力呢 今天跟我一起看看究竟吧 走 还等什么呢 快给我来 走 走 哪个男孩没有一个军人梦想 肯定都有 如果有的话 来咱们志德乐就对了 看我面前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军事题材的玩具 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这款福建舰 它是10300真实还原了我们的福建舰 有2500多块不同的积木组合而成 完全达到了一个模型级别 它还有玩法非常多样 可以弹射飞机 321 弹射 那我们女生也是有很多梦想的呀 比如说我喜欢美美的去旅行 噔噔噔噔噔 各位女生朋友们 看这里看这里 这个呢就是我们指的另外一团主推的叫环女掠影 它装的是所有城市的地标建筑 那我现在打开的是上海印象 这一看就是东方明珠对不对 这个是磁悬浮列车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首都天安门 而且下面这个呢 蓝色的这个是天坛 那每个城市的不同的特色的风景 全部可以收纳在我们的叮叮 行李箱当中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去过一个美丽的城市之后 我们还可以将美丽的风景带回家 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广州印象 上海印象 北京印象 还有这个梦幻城堡 全部都带回家 我更想知道说这些玩具是怎么诞生的 今天跟着娜娜姐姐一起去探寻一下 小小鸡木的诞生 走 噔噔噔到了我们的神秘揭秘时刻了 一颗非常厉害的鸡木 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 首先我们要进行模具制造工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其实呢 首先就是要把一大块金属 像切菜一样切成小块 切成小块块之后呢 我们还要把它 戳出来很多的小孔 这样子一个模具就诞生了 那么第二步就是住宿工艺了 那住宿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呢 要把塑料先融化 融化之后就倒进我们的模具当中 之后一颗神奇的鸡木就生产完成了 啊 很多小朋友说没听懂 什么叫模具 什么叫住宿 那很简单 我再打个很简单的地方 大家应该都去过海边玩沙子吧 我们都会立一个小桶 立一个小铲子 那这个小桶就相当于模具 那拿小铲子把沙放到我们的小桶当中 就相当于住宿 这个时候把沙子填满 再把桶里的沙子倒出来 这个时候 拿起来桶 就会变成类似于鸡木的样子了 对不对 下一步就一定要进行质量检测 那我倒也很好奇 质量检测到底是怎么检测的 那给我一会看看吧 那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厉害的角色呢 就是把控我们玩具整个质量的质检员 那先跟我们正在看电视的 我们大朋友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 我叫黄颜济 是负责纪检这一块的 就是做组装力测试这一块 就是组装松紧度的 松紧度 我们组装力是30到50之间是合格的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 是啊你可以 就是轻轻的 轻轻的套在一起 好 这个仪器就好了 好的轻轻的对齐 然后呢放进仪器当中 嗯 放好了就可以按这个测试 按这个测试键 来好 321开始测试 看看 测试完成了让我们看一下 数值是30到50合格了 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组装力测试 除了组装力测试以外 有没有别的测试也可以保证它的质量 有啊 老化测试 还有温差测试 还有那种立边测试等等的 哦 很多测试 只有所有的测试都通过了 才能够到我们手中 然后成为一样非常好玩的玩具 哦 天哪 哦 原来这个就能证明我们的积木是合格的了 真的太神奇了 下一步 就要把所有各式各样的积木 放到我们一整条的流水线上 进行分装 大家玩过积木的都知道 最后啊 拿到手的是一包一包一包的 一包当中呢 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积木 对不对 哎 就是这一步了 要把不同的积木 经过各种的筛选 放到小铁桶当中 然后呢 再进行整合 然后进行最后的包装 包装完成之后呢 还有一步要进去的 那就是称重 并且称重之后呢 我们要按照这个固定的玩具的列表 来看一看 嗯 这个零件是两个 这个零件是三个 二一颗都不少 好了 现在呢 我们的玩具就完成了 可以进行打包和包装了 然后送到你手上 就是一份非常非常有趣 寓教于乐的玩具啦 怎么样 知道这个玩具 以及我们的积木一块块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吧 如果想了解更多幕后的玩具 哎 我今天还请到了一位 特别厉害的神秘人士 那就是咱们智德乐的产品经理 掌声尤其我们的房总 大家好 小朋友们好 小朋友们好 我是智德乐的产品经理王瑞芳 很高兴见到大家 能不能给我们大概透露一下 咱们2023年 智德乐的最新的最好玩的玩具 这真问对了 我们2023年新推出来的就是灯光秀 原来我们的玩具都是静止的 可是现在我们加了灯进去 闪闪发光很漂亮喽 由上海的东方明珠 广州的小蛮腰 台湾的101 准备在六月份就可以见到小朋友了 那除了这个灯光秀以外 咱们智德乐在未来还会带给大家 什么样子的更好玩的更新奇的更有趣的玩具呢 对了 那那问对了 我们除了做中国的灯光秀之外 我们还要做外国的 比如英国的大半周 还要做一些艺术家年名的作品 比如艺术家的雕像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也是有一颗艺术的梦想的 也可以通过我们智德乐的玩具 学习到很多艺术知识 对不对 玩中学 学中玩 我们智德乐主要是打造一款陪伴孩子健康 成长的寂寞品牌的玩具 我们是想把中国的元素做到玩具当中 让小朋友在玩当中 能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一个认同感 在玩中学 玩中做 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 更好的学到文化知识 然后陪伴孩子有一个快乐成长有趣的同意 那特别像我们智德乐的口号 那就是321 搭建梦想 临跑未来 结束了这一天在智德乐的探访 我真的是收获满满呀 全自动化的生产线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原来一块小小的塑料 要经过这么多道复杂的工序 才能变成一块合格的智德乐积木 搭建起我们心中的国之重器和参天大楼 快来和智德乐一起搭建梦想 临跑未来吧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玩具背后的趣味知识和品牌故事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卡库大玩家呢